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要求這個值 這個我把它展開的話就是說 cos1度 加cos2度 一直加 加到cos179度 再加cos180度 好我們想說 只要這兩個角度加起來180的話 就可以對向 因為我們想著 cos179度 可以寫成cos多少呢 180度 減掉1度 那我們碰到180的話 這個函數米不變 cos1度 在第一項線 在第二項線 cos是負的 所以這裡是加個負的 也就是說 cos180度 減7 是等於多少 是等於負的cos 也就是說 cos 加上cos 180度 減7 這個會等於0 只要這兩個角度加起來 180的話 這兩個cos加起來會等於0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 足以對消 這個的話 1度跟179度對消 那再來就是178 跟2度對消 一直對消 一直對消到多少呢 對消到那個cos 這個89 89度 跟什麼呢 跟那個cos 這個多少 是 180 減掉 89 這是1 這是91 cos的91度 這兩個也是對消 中間有一個什麼呢 中間有一個cos的90度 這是對消 我從cos1度 2度 一直寫到89 再來是90 91 寫到179 再加180 這兩個對消 足以對消 剩下cos幅度 但是cos90度的話 等於0 所以前面 179項 全部對消 剩下 一下 那我們曉得cos180是多少 cos180的話 是等於負的cos0度 就是等於負1 cos180 cos180的話 r 跑到這裡來 就是廣義三角函數 r跑到這裡來 我們說這個r 我們用xy 坐標定義廣義三角函數 那這個r 跑到這裡來的話 它一個坐標是r 外坐標是0 x坐標是負r 所以cos180度等於多少 等於這一點的x坐標負r 除以它的長度r 所以答案是負1 所以最後的答案是負1 是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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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負1